同样是运动消息 桃园市三级棒球屡屡夺下好成绩 最主要还是要归功于教练团的努力 在坚强的阵容团队带领球队向前 以六都来说 这桃园目前一共有17位专任教练 其中平正高中就多达三位 在薪水还有福利支持之下 教练能够带领球员奋力冲刺 为桃园来争取荣誉 全国的联赛有平正高中跟大西高中 也是上演了四强的桃园内战 道健在国中的应事联赛 由新明国中跟任何国中 也上演了桃园内战 分别拿下冠亚军 桃园市三级棒球从国小国中到高中 在国内外各大比赛一向表现亮眼 除了要有好的球员 当然也要有专业的教练 阵容坚强才能培养一支冠军强队 刚刚拿下联赛冠军的新明国中 教练黄伟志这一次与团队拿下教练奖 他认为能够被聘用为专任教练 让他们能无后顾之忧向前冲刺 给我们这个稳定的工作 相对我们心态上 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感觉 他就会全力以赴 放手一搏去争取更好的成绩这样 桃园从升格以来 市府编列许多的经费补助球队 同时也整修球场 专任教练更多达17人 为6度最多 除了底薪之外福利也比照公务人员 获得保障 不管国小国中高中的教练 都能够相互交流 我们甚至还建立了 这个国小国中高中教练 彼此间的轮調制度 让他们能够对各自的选手 更加的了解 软硬体的这个行政工作上 局端都会尽力给予协助 让我们的教练们 就可以无后顾之忧 桃园市在去年为四所棒球高中 完成最后一块拼图 补齐了大西高中专任教练 青棒龙头平正高中 也开出了第三个专任教练职缺 在优秀教练群的努力下 定能培养更优质的球队 为桃园争取更多荣耀 谢谢大家